听说这个国家也要造核航母。目光比俄罗斯还高。 大家都知道,印度现在正在建造一艘名为维克兰特号的航空母舰,这艘航空母舰的设计排水量为3.75万吨,舰载机搭载数量达到30多架。 在规格上接近于法国的戴高乐号航空母舰。 当然,戴高乐号航母使用的是核动力方案,而维克兰特号航空母舰则仍然沿用常规动力设计。 印度其实也是有生产核动力航母的计划的,而且该方案已经在规划之中,这艘新的航空母舰将被命名为维沙尔号。 虽然名义上维沙尔号是维克兰特号的二号舰。 但是该舰的动力系统改为反应堆驱动,同时排水量将增加到6万吨以上,其舰载机数量多达54架。 印度自信满满的要开建亚洲第一艘核动力航母,当然是因为印度自己已经使用了多年的航空母舰。 以前印度也曾接触过不同类型的航母,所以印度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。 现在就连俄罗斯也还没有建造核动力航空母舰的计划,而印度显然打算走在俄罗斯前面了。 当然,印度也自知建造航母的难度很大,一艘常规动力的维克兰特号都发展了那么多年,使用核动力的维沙尔号研发难度肯定更大。 所以印度决定继续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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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目前看来,印度可能会将船身设计外包给欧洲国家,这一点和维克兰特号是一样的。 而维沙尔号的动力系统则可能由俄罗斯供应。 因为俄罗斯以前也帮助印度发展过兼敌者号和潜艇的反应堆技术,所以印度更可能选择俄罗斯方案。 与此同时法国提供的航空技术系统也有机会应用在维沙尔号上,不过舰载机方面印度可能还是会选择俄罗斯。 使用各种技术组合的维沙尔号航母,或许将比维克兰特号更有特色。 而且美国可能会为维沙尔号航空母舰提供电磁弹射器技术。 这将进一步提升该舰的性能水平。 但是因为维克兰特号还没有竣工,所以维沙尔号到现在也还没有开舰。 这艘航母究竟能不能开工? 还得看维克兰特号航空母舰啥时候完工。 而且,就算维克兰特号完工了,以印度的效率,维沙尔号的整个建造工期可能也将会比维克兰特号更长。 哦!